多次的F51的失事 而且我国的失事比率 其实在世界上排名算是非常高的 中间一定有什么问题 不单纯只是机种老旧 而是包含了过去这几次 其实都有弹射 但弹射之后 没想到生存率反而没有预料之中的高 在这个原因还没有查明之前的话 会针对某些部分可能的因素 做全面的这个停飞检查 那检查完之后呢 确认没有问题 就会执行放飞的任务 不可能一直长期在检查这个原因 或者是长期在停摆的情况下 我们的战备跟训练还是要持续 就是国防部队飞棺训练 有它完整的一个SOP的程序 那中华民国飞棺在国际间的飞行技术 其实也是属于前端班被高度肯定 包括在美国陆克基地的 一些的战术评比 所以现在的情况 可能就是一个弹性做法 也就是F5它的一些战术动作 可能就是稍微就是不要采取那么激烈的战术动作 可以确保它既有的弹射仪 可以就是最大程度的保护飞行员 因为原先是说今年年底的时候 有一波新的弹射仪要进来 但弹射仪还没进来 那问题一直在出现的时候 我觉得这有一个状况 演习自然无法避免伤亡 但是身为父母官的人是要降低伤亡 而不是能跟我们讲说一定会有伤亡 面对国情台湾没有办法说一下子 采购到这么先进跟这么多数量的飞机 我们就在原来的飞机上做升级 或做一些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延寿的计划 做一些改善 让这个飞机能够更安全 在永运机全面服役之前 那加上考量飞官的这种 就是说安全问题 也许以前国军就是操作过了一个专案 也就是从美国引进T38一个租借 T38算是F5的姐妹机 那他已经是全面换装安全的弹射仪了 那这个部分可能是一个考虑的方向 如果有这个不管是国外采买 或是国内生产的教任机 能够让这些学官飞行的话 本来就是比较安全 但问题是现在国产时间赶不上 那对外的采购又整个已经被推翻了 所以等于你让我们的学官 这些正在学习飞行中的军官 必须要驾驶比较老旧的飞机 那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 但是现在立即几乎是完全没有解决方案 你的国防政策一旦出错 就是五年十年晚回不回来 我觉得现在政府某种程度 他要自己检讨一下 为什么光是一个教练机的政策 跟预算采购的决定 可以一直换来换去